此季菲律賓分會的園區 一個個的帳篷下 放滿百米和生活物資 長期照顧戶的定期發放 在疫情期間更有其必要性 58歲的安東尼奧 中風長達12年 長期服藥控制病情 但今年8月群有2度中風 这一份援助 对他们一家有如及时雨 曾在凱莎納風災時 受過刺激幫助的朱利爾斯 如今是分會的職工 每一次發放都能看到他付出的身影 戴回百米和生活用品 口罩下雖藏住了效益 但返家的步履卻愈发的轻盈 大愛新闻 曼山及喬伊羅哈斯 菲律賓报道